期末報告的部分 其實基本上就類似於你拿網路上的資料 至於你要從哪邊去爬資料 如果你假設沒有太多的想法 或你實在是找不到網頁上面 能夠當成是爬取的案例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拿交通部的什麼 統計查詢網上面 那當然你不要跟我們上課用的一樣 比如說我做過你又不要再做了 那你做過都一樣的話 那等於你這個就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我是希望說你要做的是跟我做的不一樣就好了 比如說我這個高鐵 高鐵的進出人次好了 比如說我們是抓好像說要近戰人次 那你假設你實在是沒有什麼太多的想法 不然你做台鐵也可以啦 高鐵換台鐵對不對 可以嗎 或者做北捷也可以啦 台北捷運 人數的進出 或者說出國人數也可以 我覺得這都是滿好的題目啦 OK 那其他好像有感地震 那也有人不知道要做什麼 不然你就說台風好了 有沒有 像台灣每年都有很多台風 那台風到底多少個對不對 你也可以這些資料呢 在交通部的查詢網站都有啦 所以你就是把它改變一下 那我希望各位做的 基本上就是說第一個 你可以把資料把它抓下來 那抓下來的部分的話 要盡量是 看能不能用那個程式的方式 然後呢能夠輔助AI 就是像我們上一次上課的 利用那個TrackGPT 深層爬蟲的VBA程式 然後呢 它會幫你把網路資料給抓下來 當然如果你實在是 沒辦法用AI做啦 其實我們網路上 我的雲端白板上面呢 其實也有三 就是那個可以用的範本 或者你可以拿那個 我雲端上面的範本 拿來修改也是可以的 那至於修改的那個細節啦 因為前面都有錄影下來 我就不再重講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實在是 有些細節沒有注意到 請你把前面幾次上課的影片 稍微再細看一下 我想應該你要做出報告 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所以大概幾個重點啦 第一個喔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用TrackGPT啦 OK齁 不過這個 我是覺得因為AI 目前來說啦 對各位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 它也不完全可以百分之一百 可以幫上忙 因為它程度的程式 其實還是有BUG 有些錯誤啦 那我是希望至少它會能夠產生一些程式 那你會懂得用 那可是還是需要看出程式哪邊有錯誤 如果你假設沒有辦法把錯誤解決的話 可能AI能夠幫忙的地方 其實還是有限制 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也是你們需要學習的啦 那如果你這個部分的能力可以加強 那其實等於是說 你可以透過AI去幫你產生你需要的程式 那等於你就是會寫程式的人啦 OK 所以其實AI到底能夠幫上什麼忙 其實如果這樣看起來 真的可以讓有一些本來要學習 學習很久的東西 一下子變得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學習 但是也不是說完全不學習 就是你可能會需要學習的力氣 可能不需要花在像那些背一些程式 或者背一些什麼什麼東西啊 的一些上面時間 反而你需要花的時間應該是知道怎麼樣把程式 放在你需要執行的地方 並且執行之後你要把錯誤找出來 修正一下的這些能力 OK 所以我是覺得AI應該會讓很多事情變得又不一樣了 OK 本來以前很難的東西 可能慢慢就變得相對的簡單一些些 所以你們可能就是透過那個輔助AI生成 那AI當然除了說有Track Upt之外 其實還有那個German奶或者是什麼Copilot 不過我是希望你們可以再去比較看看 之間有哪些不一樣的差別 那今天的話也許請各位再繼續 再看一下那個 我們雲端上面的那個範例 今天的話也許我們一樣就是 再來看一下 我想如果你實在是沒有想法的話 或者是說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去從那個我們前面講過的這個 這個 用AE物件爬取交通部的那個 這個查詢網 那之前的話我們大概做了幾個幾個例子 比如說像是高速公路 那最後其實我是希望你把資料爬下來之後 畫個圖 OK 然後還有就是說 這個什麼 這個有感地震 這個是上上禮拜我們做的部分 OK 那當然呢 我們是用那個Chart VBA幫我產生程式 那給他一個問題 比如說請幫我使用 我固定希望用IU物件 幫我拽寫一個VBA程式 那你就把網址給他 跟他講說要匯入到Excel當中 他會給你一個程式碼 那發現這個程式碼其實好像已經蠻完整的 OK已經可以用了 那我們好像上個日子把這個程式碼拿來ROAD 這資料就可以把它馬上架下來 但是好像有幾個地方有錯誤 我好像把它修正了一下 真的 如果你不修正那個 像那個什麼 第幾個table 這個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好像也沒有辦法執行 OK 諸如此類的這些部分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在這個交通部的這個網站上面 其實你還可以做很多啦 比如說最近疫情之後 疫後出國人數其實暴增 但是去哪些國家的人是最多的 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利用這樣的方式去抓到這個資料 那你要從哪邊抓呢 這個我想第一個 你可以從那個交通部的這個網站 再點下去 OK 然後其實這邊你會發現 這個網站真的提供的資料 真的是包羅萬象 郵政的 這邊這一堆了 包含罕見包裹 什麼快捷 除菁等等的 光這些每一個都是一個連結 就是一個可以做的題目了 主要你可以針對你比較有興趣的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那個台鐵的 台鐵還有客運量、貨運量 高鐵的話呢 只有客運量 好像高鐵就沒有載貨的需求 其實應該有需求啦 只是應該不太可能拿高鐵來載貨 所以這個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這個高鐵的運量到底哪一個站 它的進出人數是最多的 好像是有人做 OK 然後哪一個站是進出人最少的 OK 那其實可以把它排序 那其實如果看數字其實我覺得不好理解 你剛剛就畫個圖有沒有 就很好理解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們期末報告 想要做 你不要做一樣的題目 你就做其他的 像你就做什麼 台鐵的客運量 對不對 或者是捷運 那捷運又分成這麼多啦 有沒有 從台北、北捷、高雄捷運、基捷 基捷其實也可以做 因為基捷剛好在桃園 OK 那基捷的客運量 現在好像因為疫後關係 好像整個又衝上來了 不過最近我看新聞好像有幾個站 其實它的那個進出人數 差距非常的懸殊 有的站 哇人好多 可是有的站 基本上一天 好像我記得有一個站 一天只有兩百個人 還是多少人 就是有些站 其實沒有人會進出的 然後還有北京 新北 還有台中 OK 然後行車事故的部分的話 你也可以比較一下 到底你搭那個鐵道 哪一種方式是最安全的 當然你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只是說到底差多少 有沒有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那個 鐵道有事故的 比較多好像都是台鐵 好像很少也聽到那個高鐵或捷運 有發生事故的問題 對 為什麼 其實也蠻可以值得探討的 你會發現 像那個捷運 好像現在基本上那個什麼 月台上都有閘門 都有門擋住 比較安全 可是你會發現那個台鐵 其實基本上就沒有門 有沒有 那感覺好像那個車子 一過來的時候 那個就很容易感覺 滿危險的那種狀態 所以如果假如你要去統計 分析這相關的事故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比較一下到底他們之間相差多少 那其他還有除了鐵道之外 鐵路之外 其實還有公路 公路當然也非常值得去探討 因為最近那個像什麼行人地獄 或者是每天其實你會發現 那個交通事故真的還蠻多的 每天每天你會發現 路上好像真的從來 不會欠缺新聞 每天都有很多新聞 一下子是 什麼什麼翻車一下子怎麼樣 然後好像比較多 比較驚悚的大部分 都是那個大卡車 大卡車好像就是 常常都是 比如說前面塞車 來不及煞車直接給它撞上去 哇前面的車全部都被壓扁了 這其實是相當恐怖的 好像最近還 昨天還有一個新聞 好像是騎自行車的公路車 他已經騎在北宜很邊邊的地方 結果那個沙石車就飛快的 把他勾住他衣服 那個人差一點被捲到 那個卡車底下 還好他好像就是往外甩一下 結果還好沒事 只有衣服被勾過了 哇他真的是萬幸 OK那多多此類 其實太多太多了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 水運 水運可能大家應該比較少接觸 搭船 然後還有就是搭航空 搭飛機 甚至是觀光 我剛有提到就是出國人數 到底去哪一些國家 的那個人數是最多的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 住宿部分 比如說住宿這裡 不知道有沒有那個住宿的費用 等等的 你也可以統計一下 那因為最近那個國旅 其實好像沒有那麼受歡迎 主要原因應該是那個 這個費用上面 其實會比出國好像來的不划算 比較起來好像真的 如果跟日本的住宿比起來的話 那其實好像價錢 即便是差不多的狀況下 品質其實就有落差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觀光裡面 是不是它有提供像什麼 住用率 還是有個統計 然後還有房間數 這個我想你們就可以拿來統計 有關那個觀光部分 那其他像是地震 我們之前有做 那當然你可以改成像颱風 那氣象這邊其實也有 諸多此類 我想你們可以再針對 這個交通部的統計查詢網 做一個練習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再針對這個網站 買一群再來找一些題目來練習看看 好